很多考古发现和相关资料表明 最初 绝被用作耳饰 上中期以后 它的用途开始变得多元化 除了当作饰品或镶嵌物 还作为名气随葬 那么 从这些商周时期 牧藏出土的玉绝 是否也曾被横岭山先民 当作饰品来佩戴呢 大部分爵士都出土在牧藏的前端 并且左右对称分布 考古专家据此推测 他们主要被作为耳饰 考古专家试图通过 遗留在玉绝上的痕迹 来验证这一猜测 但是 他们发现了 意料之外的情况 有些玉绝上没有留下 被使用或佩戴过的痕迹 还有一些玉绝极其轻薄 厚度仅有几毫米 边缘锋利 如果他们被当作饰品来佩戴 显然容易划伤佩戴者 对此 吴墨给出了自己的截图 你们可能不要理解为 它是夹在这个耳朵上 它是穿 它其实有很大的耳孔穿过来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南的李祖 还有一些人 其实他带非常大的耳饰 然后您看到当地的那些小市民族 他其实他那个耳洞 有的甚至已经达到几厘米长 吴墨推测 城祖出土的玉绝 很可能是坠挂在一起的耳饰 由于他们仅出现在 横岭山墓底的少数墓葬中 他们或许还是目处的身份 与地位的象征